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第一滴血這部電影 男主角藍波 是一名參加過越南戰爭 戰鬥力超強 很會打叢林遊擊戰 還德國國會勳章 被稱為英雄的 綠扁帽特戰隊成員 目前已經退伍回國 平常就是到處遊走 想尋找當年僅存的戰友 可是歷經千辛萬苦後他才知道 連僅存的戰友 都已經在一段時間前因病過世了 現在沒有家人的他 在國內可說是無親無故 之後男主角漫無目的地移動 來到一座小鎮 打算進去找點東西吃時 就巧遇了剛好在開車巡邏的警察 G8局長 啊這個G8局長一看到他 就覺得他是個噁心的流浪漢 沒有資格進入自己管理的小鎮 便強行要他上車帶他離開 不過男主角很餓 很想吃東西啊 就問G8局長能不能吃點東西 難道吃東西犯法嗎 為什麼要這樣欺負人 G8局長則說 你長那麼醜 在這裡就會得罪我啦 老子就是看你不爽 怎樣 說完後 G8局長就丟男主角下車 要他快滾遠一點 別再回來的 自行開車離去 但男主角認為 自己又沒辦法 為什麼要離開 就又往回走 那從後照鏡看他這樣的G8局長 就不爽的遮回去 惡狠狠的將他逮捕 再咻咻咻的把他抓回警局去 讓手下的小警察審問他 然後又帶他到地下室裡 用超冷冰水不停充他 甚至拿出刀具 要替他刮鬍子 出頭髮什麼的 這些情景 就讓男主角想起越戰時 被敵人抓住虐待的各種痛苦回憶 也害他受不了的活力全開拼命反擊 輕輕鬆鬆就把在場所有人全都打倒 然後衝出地下室回到一樓 再幹掉幾個反應不及的警察 拿回自己被扣押的小刀後 就快速逃出警局 一路跑到附近的深山上 追來的G8局長就對著山上大喊 一定會抓到他 要他等著喬 男主角則利用這段時間 在山上尋找可用資源 像是找到一塊破布 馬上用刀切成衣服穿上之類的 之後G8局長就帶了一堆手下追來 甚至找了一台直升機負責監視 不過這些在男主角眼裡 通通不是問題 首先他拿一顆石頭 都向直升機駕駛座的位置 讓駕駛嚇到手抖一下 進而影響到直升機操作 害上面的警察掉出飛機 摔到地面死掉了 然後立刻衝過去 撿走他的槍 衣服和無線電等 各種可用裝備 並趁其他警察趕到之前 快速躲進山林裡面 畢竟他可是個遊擊戰高手嘛 而不死心的G8局長 也平民追了過來 男主角就用各種遊擊戰技巧反擊 像是靠樹枝樹葉迷彩躲在地板上 趁警察A靠近還沒發現時 拿小刀捅傷對方 或從斷掉的大樹上 跳下來拿刀狂捅警察B 讓對方發出求救聲 再趁其他警察想來救人時 趁機抓住警察C 最後則從樹從間跳出來 抓住G8局長 成功打敗所有人 男主角也告訴G8局長說 我本來可以殺光所有人 但我不想這麼做 不想再傷人 別再逼我 否則讓你做夢都會怕 大家就辭把手吧 事後 被放走的G8局長 非常非常生氣氣 他堂堂一個局長 怎麼能輸給一個小軍人 所以他找來更多警力之人 發誓一定要抓到男主角 這時 有位軍人就突然跳出來說 嗨大家好 我是上校 我來接我的部下男主角了喔 你們最好別再亂搞 否則都會被他殺死 G8局長則會說 他有兩百個人 怎麼可能會輸 但願意給上校一個機會 讓他用無線電聯絡男主角 勸說他投降之類的 因此上校就用當兵時的代號 不停呼叫躲起來的男主角 要他乖乖配合投降 一起和平解決 也終於成功得到回應 只是男主角完全不願意 說這一切都是G8局長害的 他只是想吃一頓飯啊 是G8局長欺人太盛 逼他流第一滴血 現在要他投降 免彈 那G8局長聽完後 直到談判破裂 就立刻帶著大隊人馬 前往剛才無線電通話時 用機器追蹤到的地點 也就是男主角藏身的廢棄礦坑處抓人 只是這些來支援的警察怕被殺 就直接對礦坑發射火箭炮 蹦蹦蹦地炸毀礦坑 想直接解決問題 G8局長見撞 就要叫警察們 快點挖出男主角的屍體 然後自己就跑回警局休息了 不過男主角哪有這麼容易死 他是從礦坑後方的出口順利逃跑 還在路上搶了一台 裝滿武器彈藥的大卡車 再一路衝回小鎮上 接著 男主角就開始了 報復G8局長的計劃 首先 他拿取必要武器 然後放火燒車引發大爆炸 吸引鎮上僅存的警力前往 再破壞鎮上的發電箱製造混亂 讓整個小鎮陷入黑暗 並趁機進入警局 靠著強大的觀察能力 找到了只剩一人 躲在頂樓的G8局長 再快速衝過去開槍 蹦蹦蹦蹦的 成功把G8局長從頂樓打下來 準備殺了他 這時 上下就跳出來要男主角助手 要他冷靜 別再傷害無辜 並說他已經被包圍逃不掉 只要乖乖配合 就會帶他回去軍隊 任務已經結束了 可是男主角卻突然暴怒大喊 什麼都沒有結束 沒這麼容易 國家逼我去打越戰 還在死了一堆戰友後 強迫我投降 我一回國 又被民眾指責是殺人兇手 他們有去越南拼過命嗎 有什麼資格指責我 在戰場上 我們有榮譽 大家互相照顧掩護 在越南 我可以駕炮艇開搶客車 負責上百萬的裝備 但回到這裡後 我卻什麼也不是 連停車的工作都找不到 你知道我有個空軍好朋友 某天被敵人炸死 肉塊噴得到處都是 我身上都是碎屍 我的朋友貼得我全身都是 我想把屍體拉下來 把他們拼在一起 可是沒有人能幫我 他死前一直大喊想回家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找不到他的腿 已經七年了 我還是每天都想到這事 有時我驚醒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 也不想跟任何人講話 我真的好痛苦 國家需要時就找我們來 用完卻不管我們死活 要我們承擔後果 拜託你救救我 說完後 男主角就難過的抱著上校痛哭 上校也紅了眼眶 明白他的痛苦 明白他戰後生活有多麼不易 最後 男主角決定相信上校 答應不再反抗的 乖乖讓他逮捕帶回軍方去 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看完後我就在想 軍人保衛國家是很辛苦的 雖然有害群之馬 但大部分都很認真啦 所以多點尊重包容友善 不要別人搭車沒站著 或是穿軍服去買飯吃 就一直檢舉 好嗎 再見